王定我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我因为我特地 你也跟他有过节 我脸书骂过他好几次 这样子连赞当时怎么讲 我还是还原一下 事实上我特地找了当天 连赞讲完之后的新闻出来 大家看一下标题 这个标题 这是联合报下的标 连赞当时讲什么 两岸关系留给历史去解决 只九二共事被陈水扁 当成抹红别人的工具 国卿不愿意再与他周旋 那连赞里面讲了一个 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九二共事 就是被陈水扁当作宝贝 用来抹红别人 然后就是说让他变为 拿来卖台指责这个国民党 或这个亲民党卖台 然后连共支持一国两制 那国卿不想要被贴这个标签 所以就不要再跟在 九二共事上的议题跟他周旋 所以这是他的原意 结果这个王定宇就剪了 那刚才讲那一段话 所以说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连赞反对九二共事 连赞反对九二共事的前提是说 陈水扁不断的拿九二共事来抹红 那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两个 完全不同的意思的 那在这里呢 又跟我们中天有点关系 刚刚我们一直讲说 王定宇是惯犯 我特地找一个惯犯的这个例子 来这个是当时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当时呢 王定宇呢 这个剪 他在他脸书上剪了一段 一个果农啊 事实上他不是果农啊 他是果农的朋友 但是呢 王定宇呢 没有把这个果农的朋友剪出来 他就说呢 中天呢 找了一个 事实上这个人是里长 然后呢 中天就访问他嘛 然后这个他的诉求是说 啊 这个高雄的水果很难卖啊 要救救果农啊 然后呢 让韩国瑜来当市长啊 高雄才能发大财 类似这样的论述 结果呢 王定宇呢 就恶意剪接 他说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果农啊 不是农夫啊 对啊 他是个里长 然后就爆料等等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王定宇剪了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下面 指说 这是凤梨果农的朋友 就这个人本身是凤梨果农的朋友 然后电视上也打出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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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title 这王定宇就不用这个 用了别张 然后来爆料 那结果 当然还是被抓包了